靈魂歌姬佳佳天生就是唱歌的料 不过她自爆 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逃离音乐 这一行 如此纯净无暇 灵魂歌姬佳佳的歌声 就像一片混沌中 从云凤洒下的金色阳光 给予人抚慰的力量 魂后又具POWER的嗓音大爆发 高难度的歌曲照样有刃有余 没有太多炫技 家家的人就跟她的唱法一样 很直接没有掩饰 如果用几句话的心理 你自己也会说自己是怎么样的 外星人吧 我常常会做一些 让人家摸不着头绪的事情 这个曾经的灵魂成长自台东 横幅的男王部落 家中三姐妹都是唱将 大姐季晓雯曾在民歌餐厅助唱 而姐季晓君更夺下 第十一件金曲将最佳新演讲 她从小就是女王 她就是那种女王气势 对 然后我是比较像公主 或女仆之类的 去倒水 几碗 下米 和姐姐季晓君相差六岁 季晓君比佳佳更早进入歌坛 也成名得更早 好一阵子 季晓君的妹妹成了佳佳的代名词 爱你不自由 不爱你也不自由 和表舅浩恩联手初级 以团体浩恩佳佳出道 在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 最佳演唱组合 但金曲奖的加持 似乎没有让佳佳的歌唱之路更顺遂 期待着要做另外一张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注定了 注定了会分开 我不能一直等着她 她没有空我就没有办法接工作 接表演 我觉得这样不行 当起了阿妹的和声小天使 跟着天后进行巡演 这家虽然乐天之命 但酷爱唱歌的她 还是难免陷入人生的迷惘 想知道自己除了唱歌 还能做什么 或许是老天也不舍佳佳的歌唱才华被埋没吧 她越是想脱离 音乐的工作就一直找上门 就连天团五月天也被她的声音吸引 找佳佳合作唱电影插曲 希望我可以唱这样 但是我就直接说我不会唱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那么红 对不起你们师兄 真的对不起 感谢你们的体系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这家最后当然还是唱了 而且还跟着五月天 一起唱进了小巨蛋 如果还有明天 你是要怎样撞回你的脸 如果没有第一天 要怎么说再见 在阿信的邀请之下 佳佳加入相信音乐旗下 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忘不记 才第一张专辑就入为 第二十四届金曲奖的 最佳国云女歌手和最佳新人奖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一位唱了戏剧蓝铃王的插曲 命运更是让佳佳知名度大开 而很多人都不知道 佳佳还有一项超级技能 姐姐二姐比较白 对 她就是 她算是2B 我的肤色大概4B左右 大姐就是8B 然后就有一首歌延伸这样 I'm a Barbie girl 好冷 我跟你说 我很会说冷笑话好吗 走红后的佳佳 始终保持单纯的个性 容易让开心更开心 容易感动也容易流泪 就如同当年那个来台北闯荡的小女孩 但就算内心还是个小女孩 也有远大志向 当然是可以开世界巡回的演唱会 对 这是我现在最想的 而且是最大最大的梦想